燕台所称里,此监狱命超除念,约赖是燕海郡司指挥所的置地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即放鱼、姓征和上毛鱼一体的居民居居点 今天所称里作为燕台市区内的历史街区 不仅称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是燕台美食的居居地 走进所称里,可以感受到燕台传统美食的魅力 每一种食物都称载了燕台这座岗口城市的海洋文化和北方凤青 今天喝归酒,燕台缠着一种浮喷子白烂滴 黄花斑绍油,油印索它是中国四大虾酒餐之一 在燕台吃烧烤,海鲜少不了 在摊火的烤制下,海鲜融合了炎熏的香气,嘴里爆发的是现天 好多年,我对海鲜法天不理解 由于说,海鲜的肉质本来就是现天的 因为海鲜体内又烫圆 过去吃不到天文,是因为薄鲜,齿吞技术不好 不知道这种解释得不得 这个烤钥子,火候纳捏的恰到好吃 我不只让盛齿,但是也不抵触 盛齿三文玉,可以品味到玉柔的羡美,诱人和化人 每一口盛三文玉,都是对威绝的一次小小冒险 是对新鲜和自然的肢结体验 烤三文玉骨 素食乌幼,这个玉骨上的肉也挺厚的 烤三文玉头,富含油脂,玉皮Q弹 烤鰻鱼,我的记忆里,这栋鱼丝塞鱼盖 今天的烤鰻鱼肉质现能 三烫东兴半,作为一种高质量的海水鱼 东兴半以现能的肉质和胶勺的刺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尤其在粤菜中,东兴半的圣影经常出现 直倒菜,玉肉紧实而不散,酸鲜开为一 撒过老豆腐,这个豆腐是用黑豆做的 打配了辣椒油酸腻和新鲜的辣椒姜 这个辣椒姜好吃 扇杯地儿焖海里的肉 八玉浆焖豆腐 六羊盖 所谓羊盖命物,愿自中国传统的银式文化和综艺理论 六肝剑,一道操作技巧要求骄告的菜品 火候的掌握,饭潮的速度决定了机重的口感 闷鸿蒸玉,训练,关于海水三维玉和单水三维玉的蒸甲之证 吵得听火,我觉得就是上野营销之证 要是世代分别不出蒸甲,不管三七二十一,吃酥的就对了 煎烤,勤正,红烧,酸火锅都很OK 搅动特色消耻,下浆烤馒头 弄猴的地域特色,抽下浆一烤,那就一个像 这是架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 是搅动这片土地浮予我们的圣科技艺 八语定二岁脚 八语是搅动地区畅间的玉类 一半家里都是脚剩鞋包饺子 它不只是一种失误,更是搅动认情感于记忆的集结 而昌岛以来的鱼架是把八语切成小块包饺子 切成大块包包子,更加实在猝狂